想提升外语能力 有人会选择上课地点跟时间非常弹性的教学平台 有人会选择海外留学 距离台湾仅仅两三个小时的航程 费用相对低廉的菲律宾 就成为游学的新选择 有业者打出一对一的教学 还有创造全天候的学习环境 让学习自然融入生活当中 蓝天白云 清澈海水 绿树围绕 到处充满浓浓南洋风情 不过一旁的白色建筑里 全都是正在专注上课的学生们 因为这里不是度假村 而是位于菲律宾宿物的语言学校 使用语言最重要就是你要能够常用 常用你自然而然 就会把它转化成自己的一个文字 然后来把它使用出来 想透过自然交流增进外语能力 有人选择线上外语教学 跟在地球另一端的老师及时互动 也有人选择国外游学 不过除了常见的美澳等地 距离台湾仅两小时多航程的菲律宾 近来已成为游学的新选择 进来菲律宾游学逐渐走红 除了距离较近 费用低廉也是让想提升外语能力的人们 趋之若无的关键 他的学费只有去每家等地的一半 测试他们的需要 并认识他们的需要 并认识他们的需要 并给他们鼓励 并带他们的愿意 并带他们的愿意 所以他们不会被试试英语 所以他们不会被试试英语 将外语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打破智识的学习方法 不只得到与世界沟通的工具 也获得满满的欢乐回忆 记者黄炫文王维黄 台北采访报道